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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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青年购物基金的具体的方案 那这些方案究竟能不能让台湾的房地产业出现一些变化 让年轻人真的有动力买房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住商不动产气炎市总监徐嘉欣 请嘉欣姐来跟我们谈谈今年第一季全台湾房市 以及内政部即将推出的住宅政策 我们欢迎嘉欣 哈喽 瑞琼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来跟您问一下 今年第一季感觉全台湾的房市好像开始慢慢的买气 又越来越下滑一点了 那我想先从一月份我们有一个平均地权条例 那时候三读通过之后 可是却紧急的大转弯 却定调说 这个以前禁止预售 换约转售 是不肃及既往的 那对于同志客来说 他就没有一些急售的压力 所以预售屋这个部分 好像大家那个转售下车潮是趋缓的 所以我很想来跟你问问看 这个禁止预售屋转换的这个部分 不肃及既往这个方案还具有打炒房的功能吗 其实当然如果说是以所谓的法律上面的逻辑 法逻辑来说的话 确实是应该不肃及既往 可是我们会认为这次平均地权条例的通过 有一点那种我们说 他会希望可以达到民众的期待 那如果说他把不硕及既往放在里面的话 那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很多投资客不会下车了 那他不会下车的话 就是因为他也就没有什么时间压力 所以他本来大家会期待说 他至少可能可以降个一层到一层五 那这样子的空间大概也没有 我很多人可能问说 那为什么会是一层到一层五 因为如果说他是预售解约不买的话 那他就是最多要赔给建商一层五 所以如果说他是来不及下车的投资客 那用这样子的 就是如果他有溯及既往的话 那他就是最多推给建商 所以我们会那时候预估大概在降价的层数 会是一层到一层五左右 可是现在因为不说及既往啦 我们看到很多的投资他就慢慢卖 那甚至于我们还有那种投资 就是他一定要 一定要税后赚了一百万他才要走 那这个也让整个市况上面的 我们说是拉锯的时间变长 那预售屋他没有降价的空间的时候 其实城屋的屋主 因为用股市的说法 城屋的屋主其实筹码比较乱 那每个人会因为他财务状况不同 而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态度 可是如果预售愿意先降 那城屋的屋主会比较害怕 那现在看这种状态的话 预售不降 那城屋的屋主就更没有理由降 那这个也是刚刚瑞璇你有提到说 为什么第一季的交易状况 没有那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啊而且其实身边有一些朋友 他们其实都是在看预售屋 他们其实觉得 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想法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就觉得说 其实买老屋四十年 反正就是价格比较低 但是我花个三百万 重新拉管线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但也有一些朋友 他们其实是比较喜欢买预售屋 他们就喜欢住全新的房子 所以不管是台北 或者是像现在 我有越来越多朋友 他们其实就有点移民去桃园亲谱 所以他们其实真的是有很认真在看 所以他们其实本来觉得 对这个平均地权条例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那这样我这样是不是预售屋有点空间 就看起来这个政策 就是整个定调之后 就不溯及既往之后 这房价好像降不下来 所以这个房价整个也是在盘整 是不是接下来这个部分 房价感觉就不会再往下降了 我觉得要看整个大环境 因为这一波的事况上面来说的话 你说要有大修正的空间 有一点难度 因为我们已经等于说是政府打房 大概连王牌都出来了 所以如果接下来要有明显的修正 势必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 我们说是可能经济上面的危机 或者是产生结构性风险 那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也有观察到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现象 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 就是你们会 大家会发现到 危机的这种造成价格盘整的时间 越来越短 也就是说我们在看 如果说是比如说我们把 像SARS那个时候 2002年2003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整个因为所谓的危机造成的 整体经济的萧条 然后影响到房地产 那时间拖得蛮长的 可是到了2016年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2016年真正坏的时间点是 2016年的下半年 到2017年的上半年 那之后就几乎是一个稳定往上走的状态 那在这一波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比较明显 因为平均地权条例修正的价格修正段 是落在2022年的7月前后 因为很多的预售屋主以为 就是法令过了 但不知道法令还在哪里法院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也造成了价格的修正 那会有这个所谓修正时间越来越短 我们会认为是因为资讯越来越透明 那资讯越来越透明之下 那个恐惧感的恐惧的时间就会比较短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说 如果以后在打方上面 纯粹是政策性因素 因为台湾必定房企产是个 潜叠式的市场 那以政策性的因素来说的话 它恐怕在产生负面效应的时期间 那个叫做有效期限 可能就不会像过去来的这么的长了 那可是我们也来看看 就是最近六都有公布了 三月份的买卖转件数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有兴趣的部分 其实是台北市的部分 那尤其是其实这几年 其实北漂青年一般很多 然后大家都其实在看房子 可是看起来像三月份 台北市买卖移转的那个年减数量 其实是很多减少 像去年同期减少了29.5% 可是看起来虽然是买期下滑的 可是价格没有下来 是不是也是跟你刚刚提到的 整个大环境的原因是有相关的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一个是 刚刚瑞转有提到的啦 确实一个大环境的问题 那二方面来说 北市它有结构性问题 就是北市的供给一定是比较少的 因为北市里面没有树地了 那它没有树地的状况之下 能够盖的房子也很少 那建商取得土地不容易 因为它本身土地成本 就比其他现实来的高 那再加上营造成本 跟它本身的税费的一些 我们说成本加上去之后 那它自然而然 它价格要修正 就会确实比较困难 而且这一波比较要命的事情是 我们说因为都根现在推不动嘛 那都根推不动之后 其实在市区淡黄区的人 还是想换屋啊 比如说我大安区信义区的公寓屋主 或华夏屋主 我放30年了 我想换一间新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在大安或信义 换一间我觉得可以的quality的房子 那他就会 这些人就去哪里找 这些人就去比如说文山 比如说北投 那他就是往外围的区域去买 他们觉得住起来比较舒服的新房子 那这也造成了就是 你会发现北市的 预售屋的建商好像没有那么的担心 因为确实他们有一些基本的买盘 你像我们以前都觉得不可思议 文山区居然总有一天也到了九字头 对 所以你会看得出来这种价格上面的 的这种我们说是接盘的能力 其实是还蛮强的 然后这些人多数也大概都不是 应该叫做区域内的蛋黄换蛋白的支撑 对啊 我觉得这个都根推不动 好像一直是一个 大家尤其我觉得是年轻的一辈 大家就觉得 哎应该要都根了 然后这房子也不OK 可是大家很期待都根 可是好像到现在都还是推不动 是不是也是跟幻屏这个比例 也是有很大的相关呢 嗯对 因为一个是说 都根之后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房子就换新资产价值增加 是很棒的事情 可是很多人如果他是当事人 他就会发现他的成本 居住成本增加了 比如说 哎以前不用缴管理费 现在要缴管理费 然后以前呢 就是房屋税没那么高 哎现在房屋税超高的 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看哦 如果说以前 呃他可能是个大安区的公寓好了 他大概一年的房屋税 哼不浪当顶多就是一万块吧 万一他如果房子变新了 可能变成三万以上哎 那这个确实是对很多的 呃参与都根者来说 他会有一些压力 那有一些参与都根者 他可能想到 每个月要付个几千块的 的管理费 那他也会觉得 哦压力好大 那这个是 实务上面我们接触到 不只是 哦房子变新 地主要分多少 那地主不愿意同意的 这个问题 那还会有一些 长期的成本 那他们会有一些压力 嗯 嗯 对啊 因为我前几天 也在跟朋友聊到 就是我们其实都要 就是比如说 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 会看格局的部分 然后以前就最近也有一个新闻 刚好就讲到 就说以前在老公寓的时代 有一个就是 哦你一打开门 其实就是正阳台的部分 然后阳台上 对我觉得那个其实蛮棒 就是你在阳台上 然后把比如说 尤其是下雨的时候 不管我们今天骑摩托车 或是我们今天是 拿雨伞进来 你就在外面 把这些雨伞啊 雨衣啊 处理一下 然后都把自己弄干了 在进室内 哎我朋友就说 对啊 现在的房子都没有这种的 现在的门都是开在 就是比较里面 就是在梯厅的旁边 然后一进来 就是客厅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会讨论到 其实包含连格局的部分 好像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然后对啊 所以就也像你说的 我朋友很多就是 很多人慢慢 比如说最近才有一个 比较长辈的姐姐们 然后他们本来是住在士林区 然后后来他们现在看到的 因为他们也是想买新的房子 他们觉得他们已经60岁了 觉得未来接下来 他们走路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他们就买新的 他们想买新的房子 结果买买买买 最后买去竹围了 也是开始往这个 很远的蛋白区跑 因为他们就觉得 现在真的是很多老公寓 他们也没有办法看到 所以你可别帮我们看看 最近的台北市各区域的成交状况 是怎么样啊 台北市来说的话 文山内湖士林北投 刚发现都是外围嘛 其实状况都还不错 然后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大安中正松山 他的买盘也相对是比较稳定了 那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现在观察到 无论是公寓新旧的房子 他涨不多 其实在这一波 我们说从2020之后 疫情之后 他没有涨很多 那因为他淡黄区嘛 国人也普遍相信淡黄区比较坚稳 所以价格修正也相对比较有限 那这个是你会发现说 有一些希望北市门牌 小孩子学区要好一点的 那他就愿意往淡黄区 接盘那个 屋邦比较 屋龄比较久的房子 那如果说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 那他觉得说 他想要有个比较好的居住空间 那他就会往外围去走 所以会发现北市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即便他是108年以来最烂的三月 那但是他的我们会发现到 他的整体的交易的买盘 是比一二月份来的好的 那你也必须要说一二月份的话 是有一些政策上面 或者是说大环境上比较不理想 还有工作天数相对比较少的负面因素 但是从三月份慢慢整个回稳 看起来会发现说 哎呦整体的北市 那交易量的部分 现在是相对是比较坚稳一点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过去台北市的中山区 它是通常都是第一名 交易量的第一名 那第二名的话 大概就会是大安区 大安区第二名或第三名 但这次文山区 它是以248栋成为第二名 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状况 然后内湖的212栋 它也把这个大安区的前三名挤下来了 所以这个是过去以来 相对而言比较看到比较少的情况 那当然推估起来 中山区是因为它产品品价非常多 有豪宅也有小套房 也有公寓就选择很多 所以它本来量就会比较大 文山跟内湖 我们推估也是因为有一些新的案子 那一个是说 他们想要换屋 然后再来的话 外围区域 这种有山有水价格相对 他们觉得CP值比较高 有台北市门牌 那这个现在市场上面 接受度是不错的 那我们刚刚谈完了台北之后 其实对于就是台南高雄 也蛮好奇的 因为从整个第一季来看 台南的买卖移转件数 是较去年减少19% 其实整体来说 其实台南的这个件数相对较少 然后但是我很好奇的在于是说 感觉上前两年台南高雄都因为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要去到这个地方 去到南科要进度高雄 所以感觉那个买房的买器 是一直起来的 可是为什么感觉现在台南跟高雄的房价 相对冷淡了吗 难道台积电的光环 没有再加分了吗 我觉得这个结构性问题 第一个是说真的涨得太快了 台南 我们先讲高雄 高雄台积电 他一年台积电话题那边带下去之后 桥头那里 本来预售不到20 这一年多涨到四指头 就是这个在地人买不下去 外地人也买不下去 那另外来说的话 像台南这边 台南这边的话 我记得我19年下去演讲的时候 然后我有个亲戚 他我就叫他 因为他想要投资房地产嘛 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来台南看 我觉得你台北空间可能比较小 他记得他说那时候预售开给他14 过半年吧 半年不到 他打电话去问变17 现在没有三次投资买不到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价格飙涨的这么的快 那他确实会影响到接手的买气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 就是大家也可以推估的这种逻辑 所以在三月份的交易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到有些买盘渐渐归对 如果以高雄来说的话 高雄它是109年之后的三月新低了 可是你会发现买盘回房回房到哪里 回房到林雅凤山左右跟古山 这些是旧的区域 那像桥头啊 男子啊 这些算是新的话题 这些话题区域的交易 这热度就会比较差一些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 话题来得快去的也快 那再加上就瑞雪 你自己跑科技演员也知道 最近的事况 台积电状况也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所以种种原因加起来的话 它就会稍微吃亏一些些 这个是我们现在大概感受到的部分 那台南的话 台南过去大概几个区域比较热啦 比如说安南啦 然后像散化啦 那过去台南的人比较喜欢买的是 东区跟永康 那三月份的表现来说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好像比较热热散化 相对比较淡的一些些 那毕竟还是南科话题的所在 那反而高铁话题的比如说归人 归人的交易状况是相当的好的 那也会认为是说你会发现到 到最后这些所谓的买盘 可能一方面是科技话题吵得太凶 那二方面来说大家终究还是想一想回归重大建设 似乎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那这也让整个事况上面 产生出大家回防到稳定的区域 或者是说真正有交通等等重大话题落实的区域 确实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下去采访南科的时候 每次经过那个归人 其实老实说 我不知道也许我可能还是比较靠近在科技厂那边 所以我其实看不太到那个附近区域的房子 但对啊确实我觉得 当然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可能是 比如说他在台积电南科 然后他本来也想买 大家看一看就觉得太贵了 他实在是买不下手 所以后来他其实就想想算算算 还是站在附近租房子就好 但我其实也很好奇 因为其实除了台积电在南科之外 像鸿海他们最近也很常在高雄啊 跟陈琴麦市长举办一些智慧城市等等 之类的记者会 感觉其他科技大厂上也因应这两家 就是他们有些周边的供应链慢慢也抢进高雄地区 可是高雄地区感觉像你刚刚讲的 也是回归到比较旧市区的部分 丽雅区这一些 那高雄地区的房价 会不会只是现在先淡一时之后再讲起来啊 我们必须说这不可能啦 那这几年所谓的产业带动 你也会发现到能够带动产业 能够带动区域房子的产业 多数他会有一个完整供应链的入住 那完整供应链的入住 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比较多的就业机会 那这个会是整个市况上面 为什么会教育 大家会有一些期待的重要的因素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注意的几件事情是说 如果他今天是一个科技业 除了他本身是不是提供相对比较高的薪资 然后亦或者是说这个地方 政府给一些什么优惠 那能不能够吸引到更多的 我们说是投资进来之外 因为这几年自动化设备 它会变成科技业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如果说他的自动化比例太高 就业的人口没那么多 那这个会不会对于区域上面 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大家要去思考 是说不是台积电或鸿海来 就一定会涨 而是他们是什么东西来 他是比较高阶的来 还是说是相对是比较技术的层次 没有那么高的来 那技术层次没有那么高的来 也直接影响到他在这个地方提供的薪资 我们一般会有一个简单的算法 就是年收入乘以10倍 大概就是他可以负担的房价 所以如果说是年收入乘以10倍 假设他可能也许在其他地方可能是200 那到了这边只剩下100或是80 那你就可想而知 他就会产生了一个抗性 那这个也是我们会在过去 会提醒大家 如果他是以科技的 就是以产业话题 为这种投资的 一规准则的人 他自己要去特别注意的事情 这倒是真的 那我想和您请教下期 如果请您从整体的房市来看的话 那刚过完第一季 现在4月份开始嘛 那您怎么看第二季的 全台湾的房市变化呢 我们认为第二季的话 因为3月已经升息了一次 那6月份有可能还会再一次 那这个会是很大的 我们说是对买气 是相当有程度的影响 那我但是如果说 纯粹4月份5月份的话 会陆陆续续有一些买气归档 那整体的交易 我觉得我们这样说好了 如果说是跟去年同期的 交易量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在年增减率上面 今年的第二季一定会比今年的 也比去年的第二季来的差 但是或许会比今年的第一季 来的好一点 因为工作天数的关系 那扣除掉这个事情之外的话 那你就会可以观察到 就是说在成交量的部分 那价格的部分上面 也就会稍微 可能会有一些修整 但不会是全方位的 那我也很好奇再问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内政部他可能会在 5月份左右的时候提出 那个住宅改进的措施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谈到 像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在讨论 买房子光是买那个公社比 大家都觉得很多 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的公社比 有的人看看就说 这个感觉不错 可是只有他公社比 还不是大家平常的33% 有的可能都已经要40%了 所以其实在许品改革这个部分 大家讨论度好像蛮高的 比如说这许品 比如说公社比 然后还有提升位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 这个许品改革的部分 那您怎么看许品改革 这个部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大家在讨论 就是现在坊间有 时评制跟许品改革 这两个方向 那我个人会比较认同 许品改革这件事情 因为最直接是说 很多时评制的利润 是认为应该要一刀切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我们市场上面 还有将近900万的住宅 那900万住宅 你是要一刀切的话 那以前去买到高公社比的人 他们能够接受吗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在登记上面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如果说它虚评改革 坊间我觉得有一个方法 还蛮不错 就是它没比可能未来 像车位一样 公社的部分拉出来机架 那拉出来机架之后 大家就会知道说 实际应该是买多少钱 在这个时评上面 那它也就会让整个建商 在实际操作上面 它不会用一些方法 比如说管理室 因为有些管理室 登记成管理室 但其实后来把它弄成 什么KTV室啦 什么图书馆啦 占了这个住户的 等于吃了住户的豆腐 那这个我都认为 会稍微少一些些的 那如果说是以这种 虚评改革来说 我觉得要时间 因为毕竟它在实际 实际上面的操作 有一点困难 而且我们的登记制度 相当的复杂 那对于内政部来说的话 它能够主导的事情是 第一个 它可能做的是 建筑技术规则的调整 那针对能够登记 不能登记的 它重新再去做定义 针对未来盖的新房子 它可以有一些要求 让它让民众花的钱 会比较花在刀口上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它可能在登记制度上面 它也必须要去做一些调整 因为它如果登记制度 它不做调整的话 那线上还是会用很多方式 把它登记在 比如说车道 大家一起摊 我没买车位 我也要去扛车道 这个部分 那这个事实上 它就没那么的 没那么的理想 所以我们也会提醒 大家就是说 如果说未来在这样子新法 假设它真的建筑技术规则 加上登记制度都修改 针对新的房子来说 确实公社比会有效的下降 那登记旧的案子来说的话 可能未来透过我们所谓的 公社的另外计价的形态 那它一样是可以走到一个 大家会可能会比较类食品质的做法 对啊 我觉得大家都对于公社比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有朋友 就有的人是看稍微就是家庭的房子 可是有的人也会去看套房 所以他们一看那个套房 12平 然后公社比还就说 怎么只剩7平8平 大家就觉得这到底房子在干嘛 所以大家每次在看 在套房的时候 觉得这个很有趣 但是我也很好记 那你们房众怎么观察 你们觉得这个真的能够 这些改革真的能够 让年轻人有动力买房吗 坦白说 我觉得年轻人是收入太少 我相信大家在 就是因为我是也待过媒体业 我现在媒体业的学长姐跟学弟妹们 一定都会感受到 薪资不够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薪资当然要 比较好一些 可能这个才是买房的底气 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内政部的无论是说 它有所谓的什么青年购物公积金 这种 或者是说预售屋的旅保机制改进 这一类的 那之前也有提到说 实价登陆 重新要去做检讨等等这些 那我们其实是会认为 就是如果说是以业者的立场 我认为预售屋的旅保机制 应该要先做 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建商 他们过了佐水溪之后 就也就好像没人管的感觉 所以这个事情 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 而且这个合约上面可以做 机核上面也可以做的事情 应该先做 那至于公积金的这个逻辑 我觉得怪怪的啦 一个是说我们本来就已经有 贪提劳退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公积金这件事情 它本身就是学新加坡的 那学新加坡新加坡的公积金 因为它又绑退休跟医疗 所以它是类似一个 比较类似像我们的劳退 那再加上它又需要雇主贪提 而且购物基金 因为这么大笔钱 在里面它会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 万一操作的不好 还有会不会发生弊端 那这种购物基金 其实回归到一个 就是所谓长辈的逻辑 长辈逻辑就觉得 年轻人就花太熊 不是年轻人算太少好吗 所以花太熊跟赚太少 那我觉得是不是应该 先解决赚太少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说能够解决赚太少 然后透过年轻人 他们现在毕竟理财知识 这么的多元 他们很多年轻人操作比 就政府公共门基金更厉害啊 那与其这样子 你不如就是可能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去做规划 而且这也必须要搭配配套了 不然他其实这么大笔的资金进来 也无疑是出掌方式的一股力量 嗯真的真的 好啊 我们今天谢谢佳心总监 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我相信很多人在今年真的是 有点期待又怕受伤害的 一直在观望这个方式的状况 那我们今天也很谢谢佳心姐 来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那也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收听这一集的百话财经 我们下周百话财经再见咯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道 请搜寻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 邀请您订阅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